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虽然出身一般,但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卷生卷死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入职某大厂 闲暇时候跟着上司学习投资 到目前为止不仅车房双全 并且已经彻底实现经济自由 一周前 自从毕业就沉寂堪比坟场的大学班级群 忽然叮铃当当个没完 班长白音 爱全体成员同学们 咱们毕业也有七八年了 是时候来场同学聚会了 同意的请回复一 同学一 同学B一 同学C一 同学D一 题尾乔征 确实好久不见了 这事儿就全权交给班长办吧 时间地点定好了 您招呼一声就行 等下班回家看到信息的时候 群里的人已经七嘴八舌地把时间地点都定好了 大约是因为我一直没说话 还有人在一直艾特我 我 虽然但是 我跟这些所谓的老同学 关系还真没好到这个份上 上学时关系一般 毕业后全部失联 我刚要回个不去 班长就好像跟我有心电感应似的 提前预判了我的打算 班长白音 秦宁谁不来 你都必须来 大家同学一场 你可不能不给我这个面子 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倒让我有点好奇 这么点明道性地希望我去 究竟打得什么算盘 我 一 看着因为我的一个一 原本聊得火热的班级群 陡然陷入一片死寂 我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冷笑 还是跟当年一样团结呀 几秒后 班长突然开始在群里疯狂艾特我 一会儿说多年不见好想我 一会儿又说 当年是大家年轻气盛不懂事 希望这次见面我和大家能重归于好 总之就是变招法的 想让我当作当年无事发生 我懒得再回他消息 只确定了聚会的时间地点 就退出了群聊 10月20日 星期五 秋高气爽 下班后 我驱车前往聚会的酒店 八点整准时抵达 刚走进酒店大门 就见一群熟悉的陌生人 正站在大堂聊得火热 等等 那块站得好像都是女人 不确定 再看看 秦宁 可不等 我再仔细观察 班长已经挥舞着手臂 冲我快步走了过来 他穿着一套过季的Gucci套装 肩上背着只已经过时好几年的 啪的包 整个人看上去貌似静直 且容光焕发 可尽管脸上铺了厚厚的粉底 但无论眼尾的细纹 还是眼底的黑眼圈 都没能遮住 好久不见啊 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说话间 他那双带着审视的眼睛 不住地上下打量我 许时见我穿着实在普通 他眼底没控制住 写出点高高在上那味儿 懂了 他这是狗改不了吃食 毕业多年 还想继续拿我当他 博取人心的踏脚石呢 这人当年上学就爱跟我比 没想到这老毛病 现在还没好 没打算跟他计较这个人 我环顾四周问道 怎么全是女生 男生们没来 我记得 之前白音说要同学聚会的时候 那位在大学当了他四年舔狗的题尾 可答应得比谁都欢 白音脸上一闪而过一丝尴尬 拨弄着头发 没有说话 嗨 之前班长不是提议 这次聚会的费用由男同学包援 而女同学免费吗 白音虽然不说话 但人群中总有那枚眼力戒的 结果这群男的嘴上 答应得好好的 到头来居然一个都不来 无语 说着 这位女同学还翻了个白眼 这很难评 男同学不来的结果 就是导致这场 由白音组织的同学聚会 落入了当下不干不尬的境地 这时候 又有人提议了 这来都来了 咱们女生自己聚也行啊 最后的消费也不就得了 这主意好 我刚准备硬喝 就见白音的带着惊讶的视线 冲我扫了过来 从他在群里特意爱特我来参加这场同学聚会起 我就知道是出反常必有妖 这不 妖蛾子要上场了 白音走过来 先是亲亲热热地搂住我胳膊 紧接着亲亲热热地喊我 阿宁 我鸡皮疙瘩掉一地 但我选择 以不变应万变 静观其变 从上学那会儿就听说 你是白富美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 才难得见上一面 要不 白音哥哥一笑 今天就你请客吧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说什么话 听说过 我心平气和扶开他的手 淡淡笑着 毫不客气打他脸 不对吧 我怎么记得 我白富美这谣言 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 白音神情一变 妆容精致的脸 瞬间扭曲 但很快 他就恢复了言笑艳艳的模样 我心中暗笑 看来现在的他 倒是比当年能忍多了 哎呀 我开玩笑的 班长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次 换我主动搂上白音的胳膊 刚刚还在你一言我一语 抱怨男同学们没来的女同学 这会儿个个安静如鸡 止不住地拿眼睛 在我和白音身上来回打量 笑容满面的白音 怕是一口银牙都快咬碎了 但当年向来跟我不对付他 这会儿居然都忍了下来 不会 过了好几秒 白音才终于出了声 却又做出一副 渲染玉气的模样 当年是我冲动了 做了些对不起你的事 其实今天要你一定来 就是想在同学聚会之外 再郑重跟你道个歉 我抽出搂着他胳膊的手 目光狐疑地看向他 真的吗 我不信 你想道歉 所以想让我掏钱请客 班长 我微笑看着他 那你这道歉方式还挺别致啊 大概是死咬着厚草牙 白音才控制住脾气 没有当场发飙 是我说错话了 他笑容僵硬地一字一句往外蹦 这样 既然这场同学聚会是我提议的 那今天这个钱 还是我来掏吧 说着 他别有深意的 扶了扶自己小臂上胯着的 啪了 果然 当即就有想跟他套近乎的同学 开口打圆场 不用不用 哪能让班长请客呀 我看咱们还就呜呜吧 我冷笑着呵呵 十年前 大学入校第一天 我跟白音被分到了同个宿舍 他家庭条件不太好 不像拖着行李箱 还有家人相送的其他同学 脚边只放着两个大编织袋的他 只孤身一人 本着与人为善的想法 我主动向他示好 并提议帮他收拾床铺 那时候 我和他相处还算愉快 直到 哎 秦宁 白音 你俩的外套一样 哎 是同个牌子吗 摄友为弟大呼小叫 立马吸引了宿舍其他摄友和所有家长的注意力 他手脚拘谨地站在原地 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 眼神闪烁着点了点头 摄友完全没察觉他的不对劲 继续大大咧咧道 不对 白音 你这衣服是假的吧 料子 logo 做工什么的 明显都跟秦宁那件不太一样啊 白音整张脸 瞬间红得 好像随时能低下血来 摄友却还在喋喋不休地跟其他人科普 这件衣服正品和假货的区别 好了 我打断摄友的话 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开班会了 还是先把东西整理好吧 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笑着朝白音看去 他低头避开了我的眼神 大概是圣母心作祟吧 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我方方面面都想帮白音一把 但那时的我压根没想到 打从摄友说出白音那件衣服是假货的时候 白音对我的恨意和嫉妒就已经落地生根 记得那是大一下学期 某再寻常不过的周末 我提前从家返校 刚踏进校门 就察觉到周围学生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几份若有似无的探究 一路走到宿舍门口 我刚要推门进去 就听到里面传出的聊天声 白音你放心 我已经拖计算机系的同学 把这几个月来 秦宁使唤你的事发到咱们校内论坛了 看他以后还敢欺负你 是摄友的声音 我握住门把的手 瞬间将注 之后就听到了白音带着苦意的话音 阿宁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也许他不是那个意思呢 什么不是那个意思 家里有钱怎么了 有钱就能随便欺负同学了吗 放心 我们肯定给你把这口气出了 依旧摄友的声音 紧接着 摄友必也表了态 没错 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别怕 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 千万别因为我闹了矛盾 虽然说着这样的话 但白音语气中的委屈 却无疑更加坐实了我对他的欺凌 谁吸得跟霸凌同学的人 垃圾一个宿舍 他要是再欺负你 咱们就一块去找辅导员换宿舍 对对对白音 反正我们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白音和摄友们的对话 一字不落钻进我耳朵 我不由自主紧了紧握着门把的手 难怪 刚才回宿舍的路上 不断有人用探究鄙夷的眼神打亮我 难怪 在我顺着那些视线看过去的时候 那些人都会小声窃窃私语 我还是头一次切身体会了吧 什么叫东郭先生羽狼 农夫羽舌 站在门口几个深呼吸 下一秒 我松开手 一脚踹开紧闭的宿舍门 里面聊天的三个人当即受到了惊吓 换宿舍 行啊 不过你们三个得先跟我去趟派出所 我得好好问问警察叔叔 平白无故给人造谣究竟该怎么判 说话间 我缓步走进宿舍 在他们三个瞳孔地震的注视下 扯了把椅子在白音身边稳稳坐下 班长 我皮笑肉不笑看向白音 来你跟我详细说说 我平时到底是怎么欺负你 使唤你的 白音像过去无数次那样 低下头不敢跟我对视 活脱脱一副受苦受难小白菜的模样 事情闹到最后 两个社友挨了处分 我臭了名声 而身为始作俑者的白音 不仅片叶眉沾身 还顺理成章 博得了所有听摇信摇人的同情 成了那朵出于你而不染的爵士大白脸 毕业当天 白音找到了我 看着在谣言中沉浮痛苦了四年的我 他笑得一如开学时楚楚动人 我和他四目相对 终于没忍住 你就那么恨我 他穿着漂亮的白色连衣裙 声音清脆 说不上恨那么严重 我只是见不得你过得比我好而已 原来一切的恶意 只是因为他那点见不得人的嫉妒 我比你漂亮 比你学习好 甚至比你更讨老实喜欢 可就因为你穿了件正品 我就要被嘲笑 被奚落 凭什么 尤其你还总自以为是的往我跟前凑 你知道吗 每次看到穿着我穿不起的衣服 用着我用不起的护肤品 化妆品 还施舍乞丐一样的分给我 我都觉得你特别恶心 白音越说越激动 嗓音尖利 双眼圆睁 眼底漫起 丝丝心红 他确实长得很漂亮 但此时此刻 他的脸却扭曲到 让人心声巨异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样 也跌进泥潭 我有什么错 秦宁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会儿总跟我一起 不就是想让我当你的陪衬 不就是想从我这儿 获得优越感 所以啊 你就活该被人骂 活该被同学孤立 活该在别人的讥讽 和嘲笑中度过你的大学生涯 言犹在耳 此时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白音 看着他 哪怕已经化了浓妆 却依旧无法掩盖眉眼间 被岁月沉淀的尖酸刻薄 我猜 当初害我在校期间 落得个人人喊打下场的他 现如今过得应该也不太好吧 真就应了那句老话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一个多小时后 这顿不干不干的聚餐终于结束 有人提议要续摊 白音却以刚刚喝多了为由 先行离开了 哎 你们知道不 白音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开始议论他 原本由于跟这些人 也没什么好说话 正准备打到回府的我 不由竖起了耳朵 白音那个土豪老公 好像出事了 对对对 我今天看他衣服和包都是旧的吧 我可记得他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 说什么奢牌的衣服 鞋子包包 都只用一次就可以被永久封存了 有人发出不屑的声响 吃 真的假的 他那老公不还在什么福布斯排行榜上呢 就那土大款 还上得了福布斯 AAA说正事 他那土豪老公出什么事了 女同学们激情八卦 我站在一旁认真偷听 你们都没听说过吗 他那土豪老公赚钱的路子不干净 前段时间被上面查出来了 听说好像不仅要冻结财产 还要坐牢呢 真的假的 我看他刚才好像挺正常啊 可不止如此呢 又一个知情人跳了出来 你们别看他朋友圈 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因为没生出儿子 这些年在婆家一直抬不起头来 他那土豪老公 娶他本来也就是为了充门面 外面还不知道养了多少个小的 则 什么年代了呀 还非得生儿子 怎么着 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 反正这会儿他老公出了事 他估计是想赶紧找个退路 才想起来咱们这帮老同学 结果非要搞男生买单 女生免费这出 搞到最后男生一个没来 也不知道他是图了点什么 我怎么记得 当年他结婚的时候 可显摆了好久 她是他老公的真命天女呢 咱们那会儿都以为人家 将来要当独立女性 没成想人家刚毕业 就嫁入豪门 当上阔太太了 什么独立女性啊 毕业前咱们那次聚餐 她喝多了自己说的 说什么她之所以非要考个大学 就是为了嫁个有钱人 嘖嘖嘖 说到这里 女同学们都免不了一阵唏嘘 听完了这些八卦 我哼笑一声 补好了妆 转身朝停车场走去 没走几步 身后又传来阵阵窃窃私语 那会儿念大学的时候 谁能想到 咱们班最后最有出息的会是秦宁呢 哎 我听说呀 秦宁人现在可是世界五百强的高管 年薪足足有七位数呢 别说 这些人消息还真挺灵通 刚进家门换了衣服 扔在沙发上的手机又不停震动起来 点开手机一看 班长白音 哎 秦宁 大家到底同学一场 就算我当年确实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至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让我下不了台吗 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 咱们都长大了 成熟了 可以一笑敏恩仇了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小肚鸡肠 不是 他这是又在闹什么幺蛾子 结合刚刚听到的八卦 难道因为这次聚会搞了个稀碎 所以他打算另辟蹊径了 不出所料 白音这条莫名其妙的信息刚毅发出来 下面就追了十好几条信息 衣水的诠释 有了捧场的人 演戏上瘾的白音继续在群里控诉我 班长白音 秦宁当初是我做错了 白费了你一片好心 可你扪心自问 你做的那些事 真就一点私心都没有吗 我知道 其实从当年到现在 你其实打心眼里 一直看不起我 认为我是香巴佬 是需要被你怜悯的可怜虫 班长白音 可是 我也是有自尊的人 我当初也只是想保护自己 让你知道 不能随便看不起任何人而已 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是非要跟我过不去 班长白音 大哭 大哭 面对白音的哭诉 尽管同学聚会闹了不愉快 但还是很快 有男生开始出面 给他主持公道 首当其冲的 就是当年给白音当了四年舔狗的题尾 题尾乔征 但秦宁 你差不多点得了 别欺人太甚 同学啊 就是 你当年霸凌白音的事 同学们都没跟你计较了 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呢 同学Z 白音人挺好的 你们当初好歹也是同个寝室的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同学聚 不是吧 这都毕业多少年了 还搞霸凌那套呢 这些人真的 脑子不要可以捐掉 不知道是不是不想惹得一身心 今晚参加同学聚会的女同学 始终没人发声 我本来也不想搭理这群人 毕竟今晚之后 我跟这些人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可这群人不知道闹了什么病 一直在群里逼逼赖赖 还总隔三差五的要艾特我一下 行吧 既然他们非要上赶着找吗 那我也不用憋着了 我 提尾 乔征怎么 当了四年舔狗还没够 这是打定主意 要舔一辈子了 我 同学 范同学 据当年 到底谁霸灵水 你们这些脑人儿 比瓜子人儿还小的憨批 恐怕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清楚吧 就别贼喊捉贼了 我 他同学 自当年你们信了那狗屁论坛上的狗屁谣言 联合全班一起孤立我 到处编排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我说你们做人可别太双标了 我逐条回复上面的每一条发言 直接把这些人对了个气急败坏 题为乔征 秦宁 你说话就说话 少他妈跟这儿冤枉老子 同学T 什么叫我们编排你 你敢说 当初你跟校领导不清不楚 被老男人包养的事儿不是真的 同学P 当然是你霸凌白音 我们都看见了 看着那些人憨批人的憨批发言 我忍不住朝天花板 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我 题为乔征 当初白音意外怀孕 难道不是你掏钱给他做的人流 还跟他说什么 如果他愿意 你也可以当这个孩子的爸爸 还说什么 你永远是他最坚实的依靠 你可别不承认 这都是白音亲口在宿舍说过的 我 大同学 替你哪只眼看到我跟校领导不清不楚 又是哪只眼 看到我被老男人包养 你既然有胆子说出这种话 那就拿出证据来 不然我明天一早就去派出所报案 告你诽谤 反正你说得这么肯定 一定有证据对吧 我 那同学 屁你看到了 那你跟我说道说道 我怎么着他了 我这人记性不大好 光记着他们晚上趁我出去洗漱 繁琐宿舍门不让我进 记得你们这些所谓的同学 往我水杯里扔死虫子 往我书包里塞死老鼠 记得你们当面嘲笑辱骂我 记得你们怎么想方设法 让我上不了课 其他的真是一点想不起来 你来帮我回忆会议 我可是能在谈判桌上舍战群雄 给公司拿到最低投资 最高回报的人 还能怕了你们这群憨批 最后 我爱特了白音 我 班长白音 晚上聚会时 还跟我装得亲亲热热 恨不能挂我身上 这牛脸回了家 就开始dis我 你外号别是双面娇娃吧 可能谁也没想到 当年在校时 除去一开始的那痛闹 之后四年 一直安安静静地 我会突然大爆发 前面还跟我有来有回掰扯的那几个男同学 最后无疑不选择了气泻投降 尤其是乔征 他甚至在群里爱特了白音 发了好几排问号 我 嘴上都挺义正言辞 那怎么班长提议 今晚聚会男同学买单的时候 你们怎么一个都没露面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都毕业六七年了 还连顿饭钱都掏不起吧 与其在这儿跟风指责我 不如反思一下 这么多年过去还没有升职加薪 是不是因为你们工作不努力 前几天刚在网上看到的热点词 这不就用上了 简直嘲讽利 马克思 同学H 秦宁你别太过分了 同学S 对呀 大家同学一场 还是别闹得太难看了 有人自以为里中课的同学 出面打起了原场 我 同学一场 不好意思啊 早在你们当初孤立 排挤 编排我的时候 你们就不是我同学了 也甭跟我打什么老同学的感情牌 当年你们说我不配当你们同学 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你们 你们也不配当我同学 同学G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去不去聚会是我们的自由 跟你有什么关系 用得着你这么阴阳怪气 我 那白音好端端 这次我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一个个上赶着秀存在赶 同学X 好了秦宁 别的礼不饶人了 我 你在这儿当什么合适老 当年往我身上泼水的时候 就你笑得最大声 赶紧闭嘴滚蛋 今天我就主打一个 无差别发疯 来一个对一个 来两个对一双 鉴于白音迟迟不说话 我在无差别攻击酣批的时候 还不忘艾特他 我 那班长白音 白大班长 您怎么不说话了 刚刚不还长篇大论控诉我吗 怎么线下这么多同学给你撑腰 你反倒不出来了 同学G 秦宁 你差不多点行了 白音都因为之前的事跟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着 同学F 这么尖酸刻薄 难怪这么大年纪了 还没嫁人 真不知道哪个男人受得了你 同学G 女人啊 还是应该像白音那样 温柔点懂事点 不然赚再多钱 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没人要 看着这些离大谱的话 我差点气笑出声来 我 年薪百万 每年的投资回报 八位数上下 确实没什么用 无非就是买买车 买买房 闲暇时候就出去旅游度假 不用操心家里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更不用担心自己的废物老公会不会出轨 公婆该怎么伺候 下一胎能不能生个儿子 我 放心放心 我就算要嫁人 也肯定不会挑你的 千万别起人忧天 我 顺便 我目前财产富裕 恋爱甜蜜 就不劳 您几位挂心了 有这闲功夫 不如想想 怎么让自己老婆过得轻松些 同学F 不可理喻 无法沟通 我 那你滚 同学句 秦宁 你能不能跟人好好说话 我 你也滚 我发现 滚这个字真的很好用 无论这些人还要说些什么 我只需要回复一个滚 就足以让他们单方面气急败坏 哑口无言 只不过 没法跟这些憨批当面吵架的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我手指头都快要暗冒烟了 好在 隐身将近半小时的白音 在我的再三爱特下终于露面了 班长白音 秦宁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毕竟同学一场 好好相处对谁都没有坏处不是吗 我 报义斯啊 我这人打小极恶如仇 对于我看不顺眼的人从来不惯着 班长白音 何必呢 是人就都会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怎么能保证将来没有需要大家帮忙的时候 我 这就不老白大班长操心了 别说我现在的资产足够我立马辞职回家躺平 都能衣食无忧 退一万不讲 即便我将来真遇到什么难处了 也不会指望这群连独立思考都做不到的人帮忙了 说到这里 我又想起先前在酒店门口听到的那些八卦 我 话说回来呀 班长 我还欠你句新婚快乐呢 就趁现在补上吧 听说你婆家高低算个豪门 咱们那式的豪门我也多有往来 你婆家是哪家呀 城南的许家 城东的城家 城北的王家 还是是中心寺和院里住着的乔家人 你先给我提个醒 免得以后碰着了 我忘了打招呼 哪怕对于绝多数普通人来说 我目前的身家已经足够厚 但跟真正的豪门相比 我也连人家的零头都比不上 好在 我身家虽然比不上 但投资的眼光 却也足够让我在市的豪门圈里 占据一席之地 白银再次沉默下来 哪怕不面对面 我都能想见 他现在该是什么样一副尊荣 又过了几分钟 暂时必卖的白银忽然来加我了 嗯 这是想私聊 通过白银的请求添加好友 我刚打开和他的对话框 他就接二连三发过来好几条长篇大论 白银 秦宁 我再次真心实意跟你道歉 当年的事情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可我希望你能念同学一场的份上 别对我赶尽杀绝了 白银 我承认 我这次组织同学聚会确实是有私心 可我老公不仅财产被冻结 还马上要进监狱了 我还这么年轻 还带着两个不受重视的女儿 总不能一直留在他家守活寡吧 我只是想给两个女儿再找个爸爸我有什么错 求求你了 就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一次吧 白银 秦宁 你敢说你现在获得这样的成就 就和当年吃的那些苦 受的那些罪 没有一点关系吗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经历 你现在肯定和其他人一样 也只是每个月拿三五千月薪的普通上班族 那些苦和罪才是你活到现在的最大财富 你应该感谢我 白银 我知道你怨我 恨我 可我当年还没小 又突然被人那么嘲笑鄙视 才会走错了路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不会再那样对你 求你了 放过我吧 如果我能熬过这一次 下半辈子就算给你当牛做马 也是可以的 白银 你都那么有钱了 为什么还要针对我 那点名声 对你来说 就那么重要吗 我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有点侧隐之心 秦宁 你当年不是说想帮我吗 为什么现在就不肯帮我了 对于他这些前言不搭后语 前后自相矛盾的话 我不理解 并大为震撼 边骂人边求饶 这就是他求人的态度 也太割裂了吧 以及 什么叫我能获得现在的成就 要感谢当年受得罪吃的苦 我没在翻身之后 去找他麻烦 他就该谢天谢地 并且一辈子都不出现在我面前了 现在居然还要上赶着来饭见 真就应了那句老话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看得出来 白银确实开始病急乱投医了 不过 我这人一向喜欢趁人病要人命 况且 他自己都送上门来了 我更没有理由拒绝了 我 那你详细说说 你当年到底哪里对不起我了 我好像有点记不清了 看到对话框上面那句对方正在输入 我耐心等了十几秒 果然没等来他的回复 于是又说 我 不说的话 我就删好友了 白银 别别别 我说 我笑了声 停下拉黑删除大动作 再次提起耐心 好在 他这次没让我等太久 不一会儿就发了消息回来 白银 我不该让人在校内论坛发帖造谣 你是附加千金 还在使唤欺负我 之后四年 不管帖子被删几次 我都暗中让人继续发帖 彻底搞坏了你的名声 白银 我不该在偷拍到你和你爸爸的照片后 污蔑你帮大款被包养 白银 我不该跟班里同学卖惨 导致班里同学孤立 排挤你 还明里暗里地怂恿他们欺负你 白银 我不该因为极度你成绩比我好 就造谣你跟校领导关系不清不白 白银 我不该今晚回家后 因为自己的小心思在班级群冤枉你 让你再次被针对 细数自己的过往罪状后 白银画风一转 又将他所犯的错 全部推到了别人身上 甚至还在情急之下 发了语音过来 可这些事 你也不能全怪到我身上啊 难道其他人就没错了吗 要不是那些傻逼自己没脑子 看了几个帖子 就信了我的话 自诩正义地硬要给我主持公道 我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帖造谣 你就算要恨 也不该只恨我一个 得嘞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我没再回白银的消息 把他说的那些话 全部录平 截图留存后 直接送了他一套 拉黑删除大礼包 然后 把所有截图 录平 一键发送至班级群 做完这些 我心情瞬间舒爽不少 下一秒 我的手机震得好像筛康时的筛子 题尾乔征 大班长白银 你出来 给大家解释清楚 你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 这时 之前消失的女同学们也接连出现了 同学B 大白银 当年你说秦宁欺负你 我们这些同学出于正义选择帮你 并且在今天 之前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做的事情 虽然就目前来看 我们做的事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同学 原来在你眼里 我们只是一群傻逼 同学弟 大白银 难怪当年刚毕业 就迫不及待嫁入豪门 跟我们这些同学贴清了关系 原来你是做贼心虚啊 同学E 大白银 恭喜你啊 你老公终于破产了 同学C 指望不上现任 就想在群里找个备胎是吗 大白银 你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群里同学骂得一片热火朝天 不停有人出现艾特白银 他却始终装死不出现 看着这一派繁荣景象 我心满意足地退出了群聊 没过几分钟 当年两个舍友先后加了我好友 舍友呗 对不起呀 秦宁 当初我们什么都不清楚 就轻信了白银的话在宿舍难为你 真的非常对不起 舍友B 白银说得没错 那时候的我确实是个傻逼 对不起 看着这两个人的道歉 我心里很奇怪地没有一丝波澜 当然 我也没有回复他们的消息 而是选择了直接删除好友 无论当年的他们是否被白银欺骗 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却是实打实的 没有他们道歉 我就一定要原谅的道理 白银的装私 加上女同学们毫不留情地爆料 群里对她的声讨已经愈演愈烈 尤其是之前帮她说话的那几个男同学 各个义愤填膺的相识 已经被白银骗光了全部财产 同学句 爱白银 你如果再不出现 就别怪我给你打电话了 忽然 某个男同学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 得到新思路的其他同学 开始纷纷复制她的这句话 同学F 爱白银 你如果再不出现 就别怪我给你打电话了 同学Z 爱白银 你如果再不出现 就别怪我给你打电话了 同学G 爱白银 你如果再不出现 就别怪我给你打电话了 局面彻底失控 装死不成的白银 总算姗姗来迟 班长白银 对不起大家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 才会做出这种事 我也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丈夫破产是事实 但我所说的 再给女儿们找个爸爸 只是一时的口不择言 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 班长白银 自从我丈夫出事 我已经好久没能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这次组织同学聚会 本意是想借此转移注意力 好松一口气 却没想到事情最后会发展成这样 我很遗憾 也很抱歉 班长白银 当然 如果大家不肯原谅我 也没什么 毕竟这都是我应得的 我不想卖惨说自己现在过得有多难 到现在已经连两个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来 甚至有时候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无论我组织这次同学聚会的出发点是什么 可过程和结果显然都已经让大家感到不愉快 我只能再次向大家道歉 嘴上说着不卖惨 实际上却要跟所有人说个明明白白 不愧是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当白莲花的人 装可怜卖乖这点东西 算是让他玩明白了 果然 最后一句话一出 群里那些怒火高涨的人 瞬间全部晋升了 至于他那番傻逼言论 众人也不好意思继续计较了 这时候就需要我这个铁石心肠 来给大家的愤怒来添柴加薪一下了 我 白银 你这人前人后两张脸 倒让我不敢确定 你说的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了 我 没关系 反正我们都是傻逼 即使再被你骗一次 也是应该的 我这话一说 让白银之前的那痛爪步 全部成了无用功 班级群 再次成功炸了锅 白银老公的事 其实我早有耳闻 甚至在他结婚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他老公的身份 再清楚不过了 一个是靠混博圈 发家吃喝嫖赌 样样在行的赌棍 一个是借着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名头 迫不及待 想立刻积身上流社会的老女 这俩人简直天生一对 当然 他老公这次出事 我也没少在其中推波助澜 我早说了 我这人小肚鸡肠得很 他当年既然选择被赐我 那就应该做好被我报复的准备 现在白银所遭遇的这一切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都是他应得的 又看了眼群情激昂的班级群 我心满意足地关掉对话框 随后顺手把刚刚存下的截图和录屏 打包发给了之前和白银老公 有点交情的朋友 朋友 秦总这招釜底抽薪够狠哪 那姓庞的前头 那个老婆就是因为给他戴了绿帽子 才被他差点打死 没想到你这老同学还敢搞这种小动作呀 我 什么狠不狠的 我这是拧拆十座庙 不会一桩婚 再说了 总得让庞总知道知道 自己的枕边人的真面目吧 朋友 哈哈哈哈 我都给姓庞的发过去了 你就瞧好吧 我 麻烦了 回头请你吃饭 朋友 好不容易才让秦总欠了我人情 这还吃哪门子饭呢 请秦总带我投资 带我非才是正礼儿 我 成 那回头聊 三天后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班级群 再度活跃了起来 同学毕 我去 你们看新闻了吗 白银怎么也被抓进去了 还判了无期 同学弟 看了看了 人家官方通报不都说了吗 他老公这些年做的生意 他不仅知道 还参与其中了 同学X 勒索 故意殴打 致人死亡 集资 杀猪盘 限制人身自由 行贿 洗钱 同学E 这哪是什么盛世白脸 分明是个法外狂徒啊 同学倔 简直震碎我三观 看到群消息 我不由挑了下眉 且不说白银是不是真的参与了这些事 单就他老公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 还能把他一起拉下水 就证实对方确实被气疯了 新闻中 被靠上手铐带走的白银 面容憔悴 仿佛行尸走肉 高投资 高回报 高风险 如果白银早点搞清楚投资学 当初应该也不会想到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 也不知道时至今日 他会不会有一点 真的后悔当年对我的所作所为 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要的也从来都不是他的那句道歉 手机铃声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 我毫不意外地挑了下眉 接起电话 我还没开口 对面人兴奋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嫂子 这次多谢你了呀 不然我真要被这女人诱骗一回了 嫂子你都不知道 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哭得有多惨 还拿了份假的亲子鉴定 跟我说她大女儿其实是我的种 我当时也是昏了头 居然还真信了她那些话 差点就要求到我哥那儿 让她出手帮帮那女人了 还好宁捷你及时出现 不然我哥非抽死我 我无语翻了个白眼 乔征 你大学那几年都被白鹰骗过多少次了 怎么就非要上这个当 没错 无论这次同学聚会 男同学们一个没到 还是后来在群里我俩你来我往的争吵 都是我和她事先商量好的 听筒那头的人傻呵呵笑了声 无奈道 哎 到底结结实实喜欢了几年 她一哭我就心软 根本拒绝不了一点 我叹着气摇摇头 乔征 这次你是刚巧遇到 我要收拾白鹰 如果没有呢 你就且等着被人家连裤衩都骗走吧 还你的种 你有没有跟她发生过关系 你不知道 居然还信了 我有时候真的很怀疑 你跟你哥到底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乔征痛苦哀嚎 别骂了别骂了 嫂子 算我求你了 这事可千万别跟我哥说 不然他真要抽我了 首先 别叫我嫂子 我还没答应跟你哥在一起呢 其次 你哥已经知道了 我劝你还是赶快 他没再说话 沉默三秒后 渲然欲气地啪哒一声挂了电话 很快 又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我低头看向屏幕 瞧起 看来事情都解决完了 那请问秦小姐 你现在有时间跟我一起去度假了吗 听到对方带着笑意的低沉嗓音 我不由弯了弯嘴角 明知故问 乔董日理万机 还有空闲去度假 乔其嘀嘀地笑了声 说 秦小姐说的 追人总要有点追人的态度 我挑了下眉 又问他 不管乔征了 他这次可是被骗得不轻 差点连你都被绑上贼船 他由我爸骂 乔其断了下 继续问 秦小姐 愿意赏我这个面子吗 我抬眸 眼前是窗外的万里无云 一臂如喜的蓝天 耳边是耐心十足的乔其 舒缓的呼吸声 良久 我轻快地笑了声 对他说 行 有罪之人 已然罪有应得 我也是时候